各位来宾以及线上的观众,大家晚上好。 我很荣幸受邀为Unlocking ADHD中文网站的正式启用致辞。 Unlocking ADHD是一个非盈利机构, 自2021年成立以来致力于提高国人对多动症的意识, 为本地的多动症群体提供支持。 所谓多动症,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俗称, 英文简称ADHD,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。 全球,包括新加坡,有3%至5%的孩童患有多动症, 虽然本地有好些相关说明资料,但多数为英文, 中文资料则非常有限。 多动症人士,尤其是成年人, 常常苦恼于如何向家人解释自己的情况。 如果他们平时在家里惯用华语交谈, 那困难就更加大了。 目前,没有多少中文资料能帮助人们了解多动症的症状, 如何治疗多动症, 以及如何支持患有多动症的亲人。 在得知多动症群体有这方面的需要后, Unlocking ADHD决定推出中文版的网站。 几个月来, Unlocking ADHD的志愿者不辞辛劳地将多动症资料译成中文, 精神非常的可贵。 在此,我想向他们说一声谢谢。 我相信这些资料将为华人社群带来不小的帮助。 今晚的发布会邀请到了心理医生、 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和多动症人士分享他们的经历。 希望这些分享会激发更多的对话交流, 促进更多人对多动症的理解, 让多动症人士获得更多的支持。 预祝今晚的活动圆满成功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